哈喽,大家好,你正在收听的是说中文,我是和你一起说中文的大鹏。 大家好,我是大鹏,特别高兴你下载和收听第20期说中文播客。 哇塞,转眼间,已经到了第20期了。 说实话,我没有想到我们的播客可以受到大家的欢迎,也没有想到我可以把这个节目做到20期,我想这都是大家的功劳,因为你们给了我动力。 嗯,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来自韩国的惠林、志弦、正明,来自美国的马克、雪儿、爱玲、小宇,还有来自青岛的联盟,来自德国的俊安,来自荷兰的马台,来自巴西的安东尼奥。 好,可以认识你们,我真的非常高兴,多谢大家的支持。 老朋友们都知道,现在我在韩国读书,不过我的专业并不是中文,也不是汉语教学。 我的专业是关于核电站拆除和核废料处理,这是我研究的领域,所以教大家说中文只是我的兴趣爱好。 不过,对我来说,这个兴趣爱好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比如,通过这个播客,我认识了你们,认识了新的朋友,还有学到了很多以前我不知道的知识。 另外,我的生活也更加丰富了,我学会了更好的安排我的时间。 此外还有很多很多说不出来的收获。 所以啊,我想感谢大家,让我有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兴趣爱好。 我知道还有很多朋友的名字,我还不知道。 我想和每一个收听说中文播客的朋友都成为朋友。 不论你是哪国人,不论你今年多大,不论你是男生还是女生,不论你的中文说得好还是不好。 都没有关系。 加入我们。 加入这个因为中文让我们成为朋友的大家庭。 所以,到现在为止,如果你只是收听说中文播客的话,那么不要只坐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继续听下去了。 请你加入我们。 你可以通过参加我们的活动,让我们成为朋友。 我们有找错活动和打电话说中文活动。 嗯,也许你说,我并不想参加活动,那也没有问题。 和我说说你想说的话,什么都可以。 或者只说,大鹏,你好,也非常好。 你明白了吗? 对,就是你。 我在这儿等你来联系我。 请发送邮件到chinese9339 at gmail.com 或者直接在YouTube上给我留言,也没有问题。 或者你也可以添加我的微信。 我的微信号是 lawu9339 英文的拼写是 lawu9339 嗯,不要再等待了,就是今天,就现在快给我发信息吧。 好了,刚才我们说到了我的一个兴趣爱好,那就是和大家一起说中文。 我的兴趣爱好对我来说很重要。 它给我带来很多积极的东西。 那么大家怎么想呢? 你觉得兴趣爱好对你来说重要吗? 对你来说,你的兴趣爱好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你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的话, 我来告诉你兴趣爱好对我们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这就是本周我为大家带来的话题。 好,老规矩还是先请大家来听。 你准备好了吗? 你相信兴趣爱好可以改变你的生活吗? 今日心理学杂志给出了我们离不开爱好的六个原因。 第一,爱好可以帮助你安排你的时间, 因为你要挤出时间去做你想做的那些事。 第二,爱好可以让你在繁忙的工作和学习中恢复活力。 第三,还可以帮助你减少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压力。 第四,你的爱好可以让你结识和你爱好相同的人, 从而扩展你的社交圈。 第五,在专注于你的爱好时, 你将成为更有魅力的人。 第六,学习和接触新鲜事物可以让大脑变得更高效、 更灵活、延缓衰老。 邪论是好的爱好就像是朋友, 可以陪伴你一生, 给你带来无限的财富。 嗯,今天的文章有点长, 但是难度并不是很大。 你可以听懂大概80%吗? 我想至少听懂一半还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好,再请大家来听一次。 这次我会用比较慢的速度来为大家读。 你相信兴趣爱好可以改变你的生活吗? 今日心理学杂志给出了我们离不开爱好的六个原因。 第一,爱好可以帮助你安排你的时间。 因为你要挤出时间去做你想做的那些事。 第二,爱好可以让你在繁忙的工作和学习中恢复活力。 第三,还可以帮你减少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压力。 第四,你的爱好可以让你结识和你爱好相同的人, 从而扩展你的社交圈。 第五,在专注于你的爱好时, 你将成为更有魅力的人。 第六,学习和接触新鲜事物可以让大脑变得更高效、更灵活、远缓衰老。 结论是,好的爱好就像是朋友, 可以陪伴你一生,给你带来无限的财富。 嗯,你有什么爱好呢? 你觉得你的兴趣爱好对你来说重要吗? 有多重要? 嗯,对我来说,我的兴趣爱好非常重要。 比如运动,运动可以让我更健康。 比如看书,看书可以让我变得更安静。 比如做饭,做饭可以让我觉得生活更有味道。 还有,和大家一起说中文。 和大家一起说中文可以让我认识更多朋友。 如果有人问我, 你相信兴趣爱好可以改变你的生活吗? 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 我不用想就可以回答。 我相信,我相信兴趣爱好可以改变我的生活。 不仅可以改变我的生活, 而且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 可以改变每个人的生活。 你觉得呢? 如果你还不确定你是不是相信的话, 那么, 今日心理学杂志给出了我们离不开爱好的六个原因。 今日心理学是一个科学杂志的名字。 这本杂志是专门研究关于心理学的问题的。 什么是心理学呢? 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 就是一个心理学话题。 今日心理学杂志告诉了我们为什么离不开兴趣爱好。 有六个原因。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一个一个地看这六个原因分别是什么。 好,第一个我们不可以没有爱好的原因是爱好可以帮助你安排你的时间。 因为你要挤出时间去做这些你想做的事。 你擅长安排你的时间吗? 你擅长很好地分配你的时间吗? 擅长就是做什么事的时候表现得特别出色。 就是做什么事做得特别好。 我擅长安排我的时间。 我安排我的时间安排得很好。 我在安排时间这件事上做得很出色。 它们都是一样的意思。 比如,我每天早上七点起床,然后吃早饭,做一些简单的运动。 大概八点到学校,开始学习。 学习到十一点左右,我就回家吃午饭。 吃完午饭以后,我会休息大概一个小时。 大概在下午两点左右再去学校学习。 然后六点回家吃晚饭。 吃过晚饭以后,会做一些简单的运动,或者为大家准备播客节目。 大概在十一点左右,我就要去睡觉了。 这就是我为我自己安排的时间。 你呢? 你会为你安排每一天的时间吗? 你会遵守你安排的时间吗? 呃,我想说,安排时间不容易。 遵守安排的时间就更难了。 比如,从明天开始,我要在早上锻炼身体。 嗯,但是总是起不来,总是想睡懒觉。 你有这样的经历吗? 不过,爱好可以帮助你安排好你的时间。 换句话说,你有爱好的话,你就会更好的安排自己的时间了。 因为你要挤出时间去做你想做的事,也就是你的爱好。 挤出时间非常好的表达。 因为我们每天都要学习,都要工作,非常非常忙。 所以,我们没有时间去做我们真正想做的事。 但是,如果你可以挤出时间的话,就可以做你想做的事了。 就像是挤牙膏一样,把看上去没有的时间挤出来。 你在起床以后,走到卫生间,拿起牙刷和牙膏准备刷牙。 但是,你的牙膏看上去已经用完了。 不过,只要你用力地挤一挤,就可以再刷一次牙。 也许再刷两次牙也是可以的。 所以,时间也和牙膏一样。 只要你挤一挤,就可以得到更多。 也就是,如果你安排时间安排得好的话, 不浪费时间的话,你就可以干更多你想要干的事。 这就是爱好给我们带来的第一个好处。 你同意吗? 好,我们来看爱好给我们带来的第二个好处。 爱好可以让你在繁忙的工作和学习中恢复活力。 非常好理解,你每天的工作很忙吗? 你每天因为学习很忙吗? 当你回到家后,你就会马上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什么事都不想做,因为你很累。 因为繁忙的工作和学习消耗了你的能量, 让你身心疲惫,让你变得缺少活力。 不过,如果你有爱好的话,你就会得到来自爱好的能量。 你想要去做你想做的事,所以这样的渴望让你从床上起来, 给你带来动力,给你带来美好,让你忘记一天的工作和学习, 所以你就更有活力了。 你的活力得到了恢复。 你同意吗? 有爱好的第三个好处是, 还可以帮助你减少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压力。 当然是这样的, 因为在从事你的爱好时, 你会完全投入在你热爱的事情中, 你的注意力会完全集中, 也会非常开心, 所以就会忘掉生活中各种各样不愉快的事情。 也就是,你可以忘掉给你带来压力的每一件事。 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受到各种各样的压力, 来自工作的压力, 来自学习的压力, 来自家人的压力。 但是你的爱好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压力, 只会给你带来开心和快乐。 所以爱好可以帮助你减少生活中的压力, 带来更多快乐。 你觉得对吗? 第四个好处是, 你的爱好可以让你结识和你爱好相同的人, 从而扩展你的社交圈。 嗯, 你喜欢交朋友吗? 那么你一定会同意这个观点的。 你可以通过你的爱好, 结识和你有一样爱好的人。 结识很好地表达, 结识朋友就是结交朋友, 认识朋友的意思。 如果你的朋友越来越多, 那么你的社交圈就越来越大, 你同意吗? 所以爱好可以扩展你的社交圈, 就是可以让你把社交圈变得更大, 就是有更多朋友的意思。 中国人常说, 多一个朋友, 多一条路。 那就是说, 你的朋友越多, 你就会得到更多的帮助。 特别是在遇到困难时, 你会得到来自更多朋友的帮助。 你觉得有道理吗?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爱好的第五个好处, 在专注于你的爱好时, 你将成为更有魅力的人。 嗯, 很有意思的一句话, 你想要成为更有魅力的人吗? 你想要成为更迷人的人吗? 你想成为更受欢迎的人吗? 那么请专注在你的爱好上。 也就是, 在从事你的爱好的时候, 表现得更专注, 那么你就更有魅力了。 嗯, 说实话, 在一开始, 我不是特别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但是后来, 我想到了我的一个朋友。 通过他, 我现在可以完全理解这句话了。 我有一个朋友, 他的长相很一般, 不是很帅, 个子也不高, 学习也不是很好, 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朋友, 在平常根本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不过他的爱好是弹吉他, 不仅如此, 而且他还组织乐队, 开演唱会。 当他专注于弹吉他, 专注于演唱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会感觉到他非常帅, 非常有魅力, 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 嗯, 你同意吗? 当你专注于你热爱的事的时候, 你的魅力就会展现出来, 也会让更多人看到你的魅力。 好, 最后一个原因, 学习和接触新鲜事物, 可以让大脑变得更高效, 更灵活, 延缓衰老。 你想要更长寿吗? 那么你的爱好也是可以帮助你的。 因为在你做你喜欢做的事的时候, 你就会学习更多知识, 不断提高, 所以你就可以接触到更多的新鲜事物, 接触到更多你不知道的事情。 而这些新鲜事物可以帮助你的大脑思考更多的问题。 我们的大脑也像机器一样, 使用的越多就越灵活, 使用的越多就越聪明。 灵活就是反应很快的意思。 脑子灵活的人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反应也特别快。 反应快的话, 所需要的时间就很短, 时间短也就是效率高的意思。 如果你的大脑反应快, 更灵活, 更高效的话, 那么这样的状态就可以帮助你的大脑充满活力, 永远保持在很年轻的状态, 我们就可以更长寿了。 也就是延缓衰老。 衰老就是变老的意思, 延缓就是让速度变慢。 所以延缓衰老就是让老的速度变得更慢。 现在不仅是女生希望延缓衰老, 所有的人都希望自己可以延缓衰老。 嗯, 我想这也就是兴趣爱好越多的人, 看起来就越年轻的原因吧。 你同意吗? 好, 最后一句话, 结论是好的爱好就像是朋友, 可以陪伴你一生, 给你带来无限的财富。 好的爱好就像是朋友, 你同意吗? 我相信好朋友和好的爱好在我们一生中都非常非常重要, 都是我们不可以没有的, 他们都可以给我们带来欢乐、帮助、幸福。 这就是我们生活中的财富, 你觉得呢? 所以如果你还不知道自己的兴趣爱好是什么的话, 或者你还没有花很多时间在你的兴趣爱好上的话, 我想你要努力一下了, 因为兴趣爱好可以让我们更快乐、更幸福。 不过我想学中文都是我们共同的兴趣爱好, 你说对吗? 还有希望说中文播客也是你的一个爱好。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所有的内容, 现在我再来为大家读两遍, 先用慢速, 再用正常的速度, 请你好好听一听。 你相信兴趣爱好可以改变你的生活吗? 今日心理学杂志给出了我们 离不开爱好的六个原因。 第一, 爱好可以帮助你安排你的时间, 因为你要挤出时间去做你想做的这些事。 第二, 爱好可以让你在繁忙的工作和学习中恢复活力。 第三, 还可以帮助你减少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压力。 第四, 你的爱好可以让你结识和你爱好相同的人, 从而扩展你的社交圈。 第五, 专注于你的爱好时, 你将成为更有魅力的人。 第六, 学习和接触新鲜事物可以让大脑变得更高效, 更灵活, 延缓衰老。 结论是, 好的爱好就像是朋友, 可以陪伴名声, 给你带来无限的财富。 你相信兴趣爱好可以改变你的生活吗? 今日心理学杂志给出我们离不开爱好的六个原因。 第一, 爱好可以帮助你安排你的时间, 因为你要挤出时间去做这些你想做的事。 第二, 爱好可以让你在繁忙的工作和学习中恢复活力。 第三, 还可以帮助你减少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压力。 第四, 你的爱好可以让你结识和你爱好相同的人, 从而扩展你的社交圈。 第五, 在专注于你的爱好时, 你将成为更有魅力的人。 第六, 学习和接触新鲜事物可以让大脑变得更高效, 更灵活, 延缓衰老。 结论是, 好的爱好就像是朋友, 可以陪伴你一生, 给你带来无限的财富。 好了, 这就是我们第二十期说中文播客的所有内容了。 再次感谢大家, 希望通过说中文播客给大家带来更多快乐。 希望通过学习中文让我们这个世界变得更小。 还是要请大家积极地参加我们的活动。 我们的活动有找错活动, 还有打电话说中文活动。 发邮件到 chinese9339 at gmail.com 告诉我你想参加什么活动, 我就会去联系你的。 好了, 最后祝大家周末愉快, 下周我和你一起说中文。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